上天呐 啊 哈哈哈哈 这一季凯哥从来没有赢过 凯哥从来没有赢过 5 4 3 2 开始 哈哈哈 一个 3 2 开始 1 2 完成 转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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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断绝了吗 你还借了吗 你还借了吗 我还借了吗 你还借了吗 那你还借了吗 我还借了吗 你还 potrzeb着吗 你还负了吗 丟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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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到电池 丟到电池 丟外套 丟的分数 再全丢掉 丟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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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郑凯 郑凯同样也是有两个垃圾桶 矿泉水 也有矿泉水平 两瓶 三瓶 不同容量的 你的量也不小啊 哈哈哈哈 你在呱呱说我 你 卸妆棉 郑凯你还说人家 你这么大卸妆棉 你说人家 我真的我已经不嫌脏了 你们看看真的 你说人家 哈哈哈哈 这边边角角 你是这么擦的是吗 哈哈哈哈 重温利用 真的 重温利用 重温利用 这看出来 所以郑凯是一个很环保的 精致精致的猪猪男孩 会生活节俭 这个是 等等等下 把 直尺 一代 直尺 一把直尺 用直尺干嘛 凯哥用直尺 你告诉你 你要两层吗 你两层吗 没有 我今天有没有长高 我的腿好长 我胀胀胀 哈哈 哈哈 宝藏男孩 有宝藏 这台里面大多都是吃的 橙汁 橙汁 对 这是一个咖啡胶囊 火腿肠 煮鸡蛋的蛋壳 对 某品牌的泡面 这是一整盒 一盒为花 这个是调味包 泡面 泡面 哦呦 他坐过火车一样 哈哈哈哈 坐了一趟超长途的火车 发现一种很幼稚的食品 跳跳堂 孙凯好奇怪 他的垃圾桶里面 行了不用分析了 我分析出一点来 还有 这什么东西 哎哎哎哎 这是什么 哎 你怎么了 不要紧张 早餐 应该是一块 啥叶 红茶 吓死 剩下的全都是纸巾 全都是纸巾 老师 倒出来 让我们看看有多少 留点面 留点面 好的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 在我们今天所有的比赛当中 每一轮 成绩最差的成员 都会被迫当选为 垃圾大王 在今天的三轮比赛过后呢 我们会从垃圾大王当中 再选出一个 垃圾王中王 王中王 垃圾王中王 是最最可怕的 要和最最最最可怕的垃圾 去亲密接触 但其实有一个 信息特别可喜 就是我们今天的 第一位垃圾大王 已经诞生了 我们刚才评判的标准就是 你们所制造的垃圾的重量 重量 你差一点了 凯哥 凯哥 所以恭喜郑凯 王业铃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垃圾王中王 还是那句话毕竟是个王 你这个王中王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权 就是你可以任意从其他几位成员中挑一个跟你一起去 哥哥哥 来来 披着披上披风披风 大王 大王 话叫地下碎了 你们接不接 接接接 看 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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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哥 把脚踩把伯上 哈哈哈哈 就就你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什么就 哈哈 哈哈哈哈 师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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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师弟师弟 不要讲不要讲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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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别怪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味道真的很大 味道真的很大 戴口罩也闻得到 会闻得到的 但是一会感受一下看能不能适应过来 是非常大 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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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里面是直接的垃圾接触的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大家怎么分拣的 好吧 这个味道真的非常 非常的 非常的 哇 这味道很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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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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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大鲁好 你好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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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多了吧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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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帮你们做点什么 对 你上来吗 我们上来 你的体验一下 我们应该拿什么东西出来 玻璃瓶泡沫 这个对机器很伤害的 有了 泡沫 泡沫拿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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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坚持 一心加油 加油 宝贝快谢谢你 不会吧 这么丢人吗 雨晴加油 加油 宝贝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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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帝临加油 帝临加油 枝临加油 加油 丰丽 加油 加油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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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那个真的要超过你了 还有十公斤呢 加油 孩子拼了 很厉害 比我 比我多一公斤 天呐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我以为刚才大家都下来了 我真的差不多了 富与子的对决 老爷子那边真的蛮有力量的 父亲队加油 儿子队加油 父亲队加油 父亲队加油 加油爸爸 加油 发抖了 加油 儿子队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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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太好了 哇 真厉害 开开 与其弟弟的重量跟你好近啊 他比我多一公斤 我比我多一公斤 他刚才在比的时候他就算还没看 最好不要赢过我 最好不要赢过我 哈哈哈 这是为什么 所以两轮过后呢 我们子队反超了二十三公斤 好 两队的重量是一直很胶着的在增长 所以两队继续加油 好 但我刚刚有听的腰往后 我又是很疼的 对 说这只腰往前里呢 不能太靠后 太靠后的话 你上身是弯的 对 对 沉重就会少一点 但是不知道你怎么讲了 反正到时候 你跟与其弟弟差一公斤这个事情 我等一下要跟他单挑一下 哈哈哈 加赛一轮 郑凯今天的噩梦 开始了五六十岁的时候都得想 当年输了与其弟弟 我当年输了与其弟弟 哈哈哈一公斤 是不是我们那些特别沉啊 我也觉得 凯哥心里不平衡 自己在那练习去了 我要是逗了他 你给他指导一下 凯哥 凯哥我教你 你不用 我已经找 我已经找到原因 我刚才就是往后绝 所以不行 应该往前顶 没事凯哥继续努力 我继续凯哥 走了 这门先 正凯哥 来吧 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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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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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哥已经输了 我赢了 你不要给男人丢脸啊 哈哈 不会的 不可能 他也接也丢了好几次了 滚 滚 滚 上得来吗 哈哈 他三个还都有问题啊 他都上不来了 是不是腿短 他三个还都有问题 是不是腿短 韩老师他迟也丢脸三十年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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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赛开始了 对面是美丽风景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你等出来就这么点啊 你等出来就这么点 哈哈哈 哈哈 就这么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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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凯太轻敌了 哈哈哈哈 这个很滑的你知道吗 很滑 这个非常滑 超级滑 你的表现真正印证了职业丢脸30年 职业丢脸30年 我要求擦一擦这里 太滑了 跟腿短也有关系了 腿短还是因为 对 宝贝 怕吗 来 快点 打她脸 打脸 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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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哦 打脸 OK哦 打脸 OK哦 寶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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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可就 忍不了了 哈哈哈哈 对对对 按照贝利叫这招 对方移动当中就可能自己滑下去 箭 打他 好 跟凯用双手在进攻 用双手在进攻 假脸空气 他把他做鬼脸了 这个好 这个好 太漂亮了 这次按照贝利是令对方大意突然的发力 将对手击倒在独木桥下 按照贝利获得比赛最终胜利 这一环节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第一次投票 根据前两轮的画作 我觉得谁是比较有可疑的人 得票最高的成员我们会来揭晓他的身份 记名投票 记名投票 我投最漂亮的 第一个之一的孟美琪 原因 因为第一个画的其实不是房子 不是房子 美琪脸上写着不知所措 美琪百分之百分之 美琪是比着第一个画的 那我后边这一溜全都有问题 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投后面的呢 就想投你 是 来黄琳投谁 我想投 莫美琪 哈哈哈哈 跟票 跟票弹幕这篇文 但是我觉得坤这个说实话画的也有点 他画的其实他画的没问题啊 没问题吗 没问题 老象看着我干嘛 是不是有问题啊 诚哥画是第几个 第三个就有问题 我觉得第三个有问题 第二第三第四都有问题 诚哥美琪 俩人是明了的 画像画像 真凯 你要是怀疑我 你肯定是身份特殊 你们看不懂我画的意思吗 看不懂 那你解释一下你画的到底是什么 我现在不能说 我现在不能说 你说隐晦一点 你还是说隐晦一点 小磕头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想开动你的脑筋 有关系吗 好 美琪你先投 是吧 对 你看你也觉得郑凯 美琪 我投 我一直怀疑郑凯 我这一票加上 就基本上要出局了 对 上那是追票的了 上那人在追票 敢投我们队的美琪 你要这样就是 你打一下就行了 站都别站了 好吧 等一会儿 我怎么突然就变了四票了 你们有没有理智 我呢 还是投给美琪了 其实我一直怀疑你 我要投美琪 因为他的眼神已经藏不住了 最关键的一票 美琪五票 郑凯四票 你究竟是投给郑凯 还是孟美琪 我跟你说啊 郑凯绝对有问题 郑凯 贼喊抓嘴 郑凯绝对有问题 我先投了 你要投郑凯是吗 对 因为他嫌疑也有 都整出平局来了 平局大家还可以再商量一下 你们俩要是一伙的 你们俩就对个眼神吧 哈哈 你这个确实有点明显 这个确实有点明显 你的也很明显好不好 我是第一个画的 那你前面有我们 画钱的那个参考 你们这些跟我就有什么关系 那你可能有不一样的理解呢 对不对 其实我们不用纠结 我们这局把凯哥投出 下局把美琪投出不就完了 要把美琪先留着吧 行 我们下一局预定美琪 好 我们一致决定了 我们一致决定了 我们发票都投给郑凯凯 全票 耶 谢谢大家 对 哎 这里边有几个坏人 我已经全看清楚了 我一会还可以投是不是 我全看清楚了 没有了 你没有投票全没有投票了 我早上赢了一个呢 这是最后用的 最后与你无关了 哥 你们谁没撕过名牌 美琪 美琪把他扯了 好 让你投我 让你投我 啊 啊 让你投我 让你投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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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好 啊 啊 啊 不是 没有 我是故意的 我们就是个人仇恨 和游戏没有关系 就是单纯想让你出去 完全是人身攻击 就是人身攻击 一出门就想投你 就是想绑架你 你现在是在猜是什么吗 你是不是在想 不是 我是在犹豫 好 像之前她就开始顺踩我的 她从来没有踩过郑凯 对吧 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 凯歌不是 那可上面有两个人 如果我是的话 你肯定是 我之前一直觉得 凯歌不是 但是当我看到结果的时候 我吓一跳 但是好像是从面向来说 郑凯已经缴歇投降了 是 不做无畏的牺牲和争扎 说是间谍 我就是间谍 我就是间谍 咋地吧 咋地吧 咋地 咋地吧 间谍也是赢 就是赢 他们是不会给我这个身份的 你放心 身份是 我的身份是 我 哎呀 为什么要让我当坏人呢 不行啊 我换一下吧 然后再让我当了 快退回去 退回去 退回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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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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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退回去 退回去 哎 哎 所以刚才还试图着要跟我相认 嗯 暗戳戳地说了一句 他们赢不了 所以我刚想说 对 嗯 不行 套我话呢 不怕 咋地吧 地路没hold住 跳出来了 我就是 你又不是没崩过 怎么的我的智商 连这个都要跟我强调一下吗 人都是会成长的吗 接下来 女生要选择的男生是 郑凯 郑凯 不想选择 她的女生 三二一之后往后退 如果没有人选怎么办 嗯 还有没有人选 还有没有人选 哈哈哈 准备 不想选择郑凯的 请后退 是真爱啊 我会听你报告的 放心吧 至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拉我 等会儿 我应该也是后退了一点 我应该后退了半步 还有没有人选的 还有没有人选的 只剩下一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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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啊 好人啊 明天的伴侣 明天谁也不要跟我一起旅游 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尔海边 请送我下去 一首悲伤的音乐送给凯凯 1 2 3 4 还是好悲伤啊 好好笑 干嘛你别紧张 郑凯是有反转的 因为他已经跌到谷底了 不想选择郑凯的 请后退 我应该后退了半步 我也很想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尔海里 大理的夜真的很冷 我啊 好想知道 哎呀 你们也知道昨天那个搭档 是不是你没得选 这是我想要的 为什么这因为连环 这样前来打击一下 是不是太过连环打 可能已经过去了 凯凯是什么小猎豹是吧 嗯 就是觉得太弱了吧他 太弱了吧他 太弱了吧他 哈哈哈哈 不要说真话好不好 我老说真话 真的 再见 再见 展开健身一年 被人说太弱了吧 哈哈哈 哈哈哈 他是有多嫌弃 对 黄奕兴 速递啊 给他打几分 就给他十分吧 十分吧 十分 哇这个反转这么大 给他十分吧 因为我觉得十分打一听是假的 听是假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钓鱼吧 钓鱼吧 我都说了 不要再让他说话了 是假的一个答案 不要再让他说话了 还是女生心态善了 完全全部都打八分九分十分 我的是假世界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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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箭专心啊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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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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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打个老沙吧 我觉得 我可以打一个电话过去 我说哎呦不好意思啊打错了 哈哈哈 这太好了 哈哈哈 想了一下 回去 李晨给我来电话了 你打过了 这啥意思 这没结账是吧 那我可以打过去吗 不能 老沙风 老沙风 你什么意思 打错了 我给他回忆信息 打过 打错了 他给我发信息 打错了不行 打错了也算打了 打错也算 算了 打给他吧 这打了就算了 打了就算了 算打给我吧 我是非常真诚地要打给你们 将来看节目你就知道了 我是说打给你 那行 那我可以延续下一个人吗 你可以延续下一个人 主要我怕担心 我怕担心没有人打给你 你知道吗 亲爱的 你真的没辜负我的期望 我的导演问我说 你觉得谁能给你打的 我说承认给我打 我俩又合作过 我俩又都同年 我说他不给我打 绝对不 天理那一个 从现在开始 你已经被分到七七年了 好吗 我呢被分到了八零年 这怎么我还往上走 你还往下走呢 你是不是二月的 四舍五入的 不是 你这二月的 你知道那春节 你还有农历呢 对不对 你万一一跨 不就跨到七七去了吗 对不对 我是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的 我这基本上就靠到七九了对吧 七九跟八零就差一年 这不就变成八零他们了 对不对 我的天 你这数学就整盖了 忘了 但不管怎么着 你给我打电话吧 哎呀 我心里暖暖了 真的 我心里暖暖了 我就真的是就想再跟你打 我就暴打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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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还是咱俩 我就不想打你 算了 算了 我觉得这样给大家留一点参与感 你知道吗 这样 我我 我给伯伯打了一个 毕竟女孩 穿着晚礼服坐内车不合适 我也觉得 好好好 没问题 晚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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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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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老哥们之间相见还是 你懂吗 就是还是有点那种感觉的 说到暖暖的时候 我也心头一紧 突然觉得 这是在 就要结盟了吗 年纪上是看还是可以的 怎么样 你搁我 让我坐 道具车 你说这事闹的 咋还没人打呢 那瞬间我就接到六个电话 怎么回事的 这么多年的友情 要因为一通电话 而搬脸吗 你们不应该第一个想到我吗 赶紧的别犹豫 拿起你们手上的电话 向我拨过来 喝点 杀医老师打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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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医老师 我也逗过他 我一打我也挂 哥你可 你可别后悔 那我给他打过去了 喂 开心吗 哥 哥 你是我亲哥 我都 我都要冒眼泪了 我真走不了 我今天这裙子 知道我也猜到了 穿着晚礼服坐内车不合适 那你刚刚为什么打错了呀 你还打给谁了呀 你打谁都没打 就是逗你呢 我这个电话必须给你打 真的吗 那必须呢 那我打给你吧 就咱俩坐车吧 哎呀 这样 我不勉强你 你自己选择 行 好嘞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老感动了 真的老感动了 哎 倒具车在哪儿 我主动申请 先去坐 给自己留一丝尊严 到座我在哪儿 坐 走走走走 太煎熬了 门还锁了 坐会儿吧 咱落好车 真下雨了 看看你们 违背天意 不给我打电话 老天都不允许 喂 喂 哎 你又挂了 baby姐给我打了又挂了 而且是秒挂 打过来又秒挂 我知道了 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起人 你们就是骗我们的 是不是 我早该料到 我早该料到 我要 我要跟他们拆穿你们 喂 baby姐 喂 喂 喂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开心吗 我很开心 你是不是也在等电话 我已经收到电话了 啊 你收到电话了 你不会已经收到电话了吧 没有 我没收到电话 你是第一个邀请我的 太感动了 被拯救了 我真的被拯救了 我还以为 导演组是骗我们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起人 你想太多了 我现在可以邀请另外一个人是吧 对对对 邀请一个你觉得想邀请的人 好的 我知道了 好的 拜拜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谢谢你 拜拜 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了 我们去了 凯哥现在也发来了一条信息 他发两个字 兄弟 兄弟 哎呀 有点难过 看采取客人都有礼貌 我说兄弟 哥我对不住你 他为什么要说 哥我对不住你 PD说抱歉 邀请结束 你未接到同伴的电话 请带上雨琪和Lukas的人行立牌 一起坐道具车 出发吧 我早就说过 道具车是我的 你把我关机 太大了吧 你们都不能选一个 两个小一点的立牌吗 就这道具车吧 我对 你给他搬上去了啊 Lukas 好久不见兄弟 哎呀 还是怀念有你的时候啊 他们这帮人啊 都不靠谱 有点摆不下呀 这 太长了 委屈一下啊 雨琪啊 你不在啊 他们都欺负我 快回来吧 139 Club 好久没有重聚了 用你的天生神力 把他们都击败好不好 好嘞 好 但是这个东西放上之后 做人就不太好 远不远 师傅 我来开吧 你休息休息 你一会儿坐边 这道具车也太道具了 哎呀 凯哥 咱俩吗 穿得也太帅了 我这穿得跟个道具一样了 想要的灯球我这就是 怎么回事 我哪知道啊 你不是还给我发消息呢吗 我挨个儿给大伙发消息 不断地骗大家 说给我打个电话 没人给我打 你看没看见 刚才外边都打雷了 我听见了 打的就是他们 对对对对 我们这是避雷的 我跟你说真的 这个缘分啊 是很难得的 确实难得 什么叫患难见尽情 行 本来不想珍惜这段缘的 但已然这样了 已然这样 这个蒙啊铁蒙 我们这一季就结下去了 梁子跟他们就已经结了 梁子必须结下去了 已经结了 我跟你说这没良心的 安杰勒威比啊李晨这些 对啊 话又说回来了 我们这新人没人打很正常 您这老同志怎么也没人理你啊 一会儿我们就叹一究竟 我感觉一根其林一说话 就感觉在说像 是啊 咱俩往这一站 这个位置就很奇怪啊 来一段 快上车吧 该走了咱们 行 这个电钮关门了啊 别送了啊 我再按一下 这枕头往那边化妆了 我化妆 路易已经开始了 什么情况啊 这个粗暴了 现在 让游戏 正开 我们哥在没有灵魂的鼓掌呢 哈哈 他拿着刷牙杯就来了 还是被压上来了 真的吗 还穿了袜子 还戴了表 有一点点尴尬到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感觉 什么情况 你睡觉不摘手表吗 在吃早饭呢 好 我们把掌声送给拿着刷牙杯的正开 咖啡 咖啡 你 哎 有优势 看什么 人家一不选咱者 我没有拒绝的权利 他们还可以拒绝啊 可以拒绝 不可能我跟你说 咱们节目一定有逆袭 快去 那 哎 你这个身高啊 我就不要在这 你就不要在这磨叽了 哈哈哈 怎么了 胆 胆是真大呀 真是 我觉得全场只有坤坤一个人身高能和 素站在一块 我觉得你的你的时尚理解特别的low fashion 嗯 我对不起我是no fashion 哈哈哈哈 我特别想在时尚圈有更好的发展 碎碎 平安 哈哈哈哈 哈哈 我想要 我想要 拒绝 等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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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拒绝了已经被拒绝了 不是我没有选你 啊 郑凯都碎一地了 这男人的自尊让你整洗碎洗碎的 潇潇 我跳舞也还不错的 你继续 有没有机会一起排个舞 我们双人舞尬一下 这是我的教训 可能不太有 哈哈哈哈 那也没有关系嘛 是吧 我没有说要选啊 啊 我只是说可不可以一起尬舞对不对 哎 你看 嘴飞 挨个是啊 我的胆子 胆真大 刚才我看你跳舞特别特别的好看 谢谢 而且这个 吸取教训 谢谢 不是我这样会不会走一圈一个都不选啊 哈哈哈哈 全部转身 吸取教训 灭灯灭灯 打圈去了是吧 哥 拿个杯子打圈去了 哈哈 敬酒去了 哈哈哈哈 我先干了 我看出来了 哈哈 这是个悲剧 你拿个悲剧 你能好吗你想想 你从出场就拖了这个悲剧出场 我正中其事的给一次 给一次 加油 加油 要这么久吗 我无关系挺好的 对 我们别因为今天的合作在那个 我真的不能剪 我真的不能剪 我来帮她剪 哎呀 十岁啊 哎呀 高对不起啊高 这两回事 不怪你 我觉得这是导演组故意又一次要刺伤我内心的一个环节 你知道吗 你看看外边的小姐姐都不想选你 为什么你还不选我呢 说不定我就接受了呢 你算了 你汉哥已经在这站着了 你算了 算了 算了 哎呀 我看一下大家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最符合那个词的人 最符合那个词的人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你不能举 他要举 举 听规则 举 举 举吧 你是规则的沙漠 我举这位朋友 凯哥 是吗 最帅的人 最近最胖的人 不 不 不 需要减肥的人 体重失控的人 最能喝酒的人 哎 有点观点 有点观点 观点观点 提丑度最大的人 最爱几杯的人 最没有清醒过的人 最爱请客的人 最爱祖局的人 快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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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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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你们脑子里都是留下了一些什么印象 这真不好看 有一种人 他祖了 但是 就爱放桌子的人 就爱放桌子的人 放桌子 放桌子 雷雷先到 雷雷先到 等会儿 我放谁鸽子了 你放的和平鸽 这活生生的污蔑 就是 这道题的正确体面是 看起来最爱放鸽子的人 看起来最爱放鸽子 但其实从不放鸽子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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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做一个 不会也会 你是藏不住的放鸽子 我人品挪着 就每一次你放鸽子都藏不住 我在热搜第一场 此时此刻郑凯又上热搜了 郑凯的腰 谁干的 谁干的 所有的路人们纷纷把你拱向了这次 我们这样 我们不赢这顿墨鱼的料理 我们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对我们就想赢一把 没问题 我们就要赢一把 你第一棒还不如让我来画 我画的那么抽象 你说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对 应该让他来 第一棒给他 第一棒让凯克来 那这把不是输定了 给小朋友看一下 让小朋友知道 小朋友不一定识那个字 那么复杂吗 小朋友有 对你有意见了 好准备 这就要完 一来画人就不行 画的还可以 要猜的出来才行 导演你们对着你们的词看一下对吗 哈哈哈哈 拿一个 约队啊 第一棒来了 所以第一棒如果不是七来结尾的一个词的话我们就完了 一定是七我都觉得 肯定是七肯定是七 四三十 blossoms 哈哈哈 söyled 哈哈哈哈 你说 不是 我没有想到你们想象力这么丰富 他是凤凰 成为 传奇之前 哈哈 Studies 你们是凤凰传奇 我只是抛砖引玉 没有想到你们达的那么全 你知道吗 他们是凤凰 他们还没有成为传奇 那你画这个干什么 画这个右右燕 凤凰 您画凤凰 你画凤凰传奇 我们不往这儿讲 我真的哭了 所以咱们就是一两串钱是错的 就算你后面凹得那么厉害 就砸掉了凤凰 我们这样 让郑凯登小朋友休息 看我们来画好不好 说不定就赢了 换个小朋友上来 就那个戴眼镜的妹妹吗 换妹妹 好吗 妹妹加入我们 你第一棒 你第一棒 来大班的班长 上那边去 大班班长 马上让我们请出 00后 也就是我们黄队的 最后一位嘉宾登场 好 感觉重量级 丫头 大咖 让我们欢迎黄队的最后一名成员 她就是出生于多年的清明演员 正开 什么意思 就是你是黄队 我是黄队的 你是我们队的 是露小片了吗 我没有 为什么 我就想问凯哥有什么资格进入00后 导演 导演 他为什么去黄队我想知道 是年龄的优势吗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黄队 至于凯哥为什么到00后这队 是因为这季凯哥从来没有赢过 第一季凯哥从来没有疑惑 凯哥从来没有疑惑 凯哥从来没有疑惑 你这样 对我们黄队打击很大 你知道吗 就给了你们一个这么样的一个队员 我的00后的队友们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怎么看我 怎么看我 怎么保护你哥哥 怎么保护你哥哥 他是从来没赢过说明运气 把不好的运气带给了孩子们 所以今天我们专门内衣提配了00后 充满精神火力 希望能在你的代理下可以获胜 哈哈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们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奖项要颁发 而这一位获奖的人 就是我们的凯哥 我太难了 虽然你最近两季赢的不是很多 而且你还得过很多非常奇怪的奖项 比如说垃圾大王 比如说15最寄予魅力的男士等等这些 非常奇怪的奖 奇怪吗 挺奇怪的 最奇怪的就是这个 对 但是今天的这个奖项是非常真诚走心 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凯哥的奖品 有请 全勤奖 是吗 是的 真的是 我有没来过 我也有没来过 我也有没来过 纯金正凯名牌 其实凯哥是八季奔跑吧 唯一一位参与了所有100期录制的全情成员 我们节目也见证了你从一个帅气的少年 成长为了 这个就不用再说了后面 要说成长为了有担当的魅力男士 魅力男士凯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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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